第2294集 伤 北风呼啸,漫天大雪飘飘落下,雪泪寒缓缓地闭上眼睛,点了点头,两滴泪水却在眼角黯然滴落。 雪仙儿站了起来,看着漫天大雪,眼中却露出一种纯真至极的笑容,或者唯有这一瞬间,才是当年天阙第一美女的真实风采。 她伸出双手,去迎接飘零飞舞的雪花,喃喃说道, 举世茫茫,都是雪啊。 她的眼神深远,悠然,似乎是看到了当初鼎盛的雪家,看到了自己的父母亲人,还是那样的呵护自己,还是那样的纵容,溺爱自己。 自己还是雪家的小公主,三千宠爱在一身。 茫茫大雪,每一年在下大雪的时候,自己都格外兴奋,幸福。 因为娘说,自己就是下大雪的时候出生的,是一个雪中的小仙女,所以我叫雪仙儿。 娘,雪仙儿嘀嘀地呢喃着,泪水扑鼠鼠地落下。 爹,娘,雪家,或许雪家唯一的最大错误,就是生了我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女儿。 苍天,谁能将这百万年的时光抹去,我多想回到从前。 女人,爱错了一个人,竟然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吗? 云上人身子一震,突然立声道。 动手,杀了雪雷汗,杀了雪气。 雪仙儿的身子猛的一颤,纯真的绝美笑意游在唇边,整个人却突然凌空飞起,以凤舞九天肆虐众生之势,向着雪雷汗这边狂冲而至,杀招叠出。 眼中脸上,早已是泪珠滚滚而下,可出手,却绝不留情,朝朝必杀。 雪雷汗见状,一声叹息之余,也是全力出手。 云上人哈哈狂笑,纵身转向冲向雪漆,一掌化作了雷霆万钧,竟然将锤天的雪花凝聚成一只朔打无棚的手掌,猛然盖下。 云上人的目的,异常简单,此地就只有雪雷汗雪漆两人,只要自己能够在雪雷汗击杀雪仙儿之前杀死雪漆,那么一切都还在自己的掌握之中,无论进退,都有十足的回旋余地。 雪漆的实力虽然可以入九地一后级数,可至多不过其中的末流,比之东黄妖后相差太多。 此刻又受了严重的外伤,还有心伤,云上人自信,自己收拾他,绝对不用花太大力气,太多时间。 反之雪雷汗那边,纵然全力出手,可在最后关头能否放下心房,真个亲手斩杀自己的亲妹妹? 那却是两可之间,这不就有情人的莫大牵绊吗?自己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。 云上人很自信,所以出手一派从容,气态十足。 雪漆却不见半点怯懦之色,长笑一声,手中的剑闪出了一点痕光,随即连人带剑化作一道闪电,向上冲起。 这场龙争虎斗,终于全面爆发。 云上人根本不关心雪仙儿那边的战况,只是一味的压着雪漆猛打,一意的击伤。 雪漆本身实力比起云上人相差不止一筹,此刻又只受伤之后,再加上情绪异常激动,心神不稳。 只有杀仇之心,却于事无补,被云上人逼得节节后退,几乎没有还手之力,动辄会有陨落之危。 雪仙儿疯狂舞动,招招夺命,逝世拼命,口中却在恍如薄命一般的嘶吼着,大哥,杀了我,快杀了我。 雪泪涵在这一时间,却纠结得几乎要自杀了。 一个神智清楚,可神智身体却完全不受自己操控的妹妹,一个岌岌可危,随时可能丧命的弟弟。 自己想要去救自己的弟弟,那就要尽快杀死自己的妹妹,如果不能尽快杀死妹妹,就只有眼看着弟弟陨落。 如果说,雪仙儿还是之前残毒的圣后,雪泪涵此刻或者还能下得手去,可眼前之人却是恢复本性,却被奸人操控的妹妹。 这如何能下得了杀手啊?我已经误会了妹妹百万年了,如何能下手杀她? 这种混乱残忍极度残酷的局势,让一代东皇也几乎崩溃,心乱如麻,根本不能全力对敌。 面对雪仙儿招拼命的攻势,一时间反而是被她逼落了下方。 哭的一声,雪泪一声惨叫,接连两枪后退。 云上人宁笑着,丝毫不敢放松,加速追击。 接连不断的在雪泪的身上拍了三掌。 雪泪一声惨叫之余,长剑也在云上人身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斜口子。 可是自己的口中却是鲜血喷泉一般的直喷出来。 雪泪汗心急如焚,手中东皇剑脱手而出,闪电般的飞刺云上人。 剑光在空中便化作了无尽的风雷,一声霹雳炸响。 云上人眼见如此杀招临头,不敢怠慢,身子诡异的一退,一脚踢在剑柄上。 那东皇剑低溜溜转了个方向,竟然向回飞去。 但是他却始终来不及再去追杀雪泪了。 因为就在这时,一道黑光远远飞来,流星一般的加入战场,一个冷淡的声音说道。 云上人,身和剑都因你而羞愧自暴,妖王沟依然见战。 黑光一闪,妖王沟散作了漫天星云一般照向云上人。 几乎又在同时,又有一道青色剑气,凌空而至。 云上人,不要走! 却是莫青青和雪仙儿同时感到。 有这两大天地同时来到,战局瞬间急转之下。 云上人长笑一声,静步接战,凌空一个跟头,随即两脚就在空中一踩,直直地往上拔高。 他淡然笑道。 呵呵呵呵呵,我乃云上之人,而等又能乃我何? 就在这时,雪仙儿发出一声尖锐到极点的催促。 还不杀我? 不过片刻,后面的紫无极等人也已经陆续来到,乍见到眼前这一幕,竟都是惊察莫名。 云上人眼中一股莫名的神色一闪。 走! 雪仙儿拼命攻出了十几道宏大气筋,随即抽身后退。 云上人见了恍如松了口气一般,身子闪出无数残影,意图接应雪仙儿。 只要双方一旦接触到了,就能够瞬间远去,重新恢复到长久的被追杀的境地。 纵然对手是东皇妖后,在一定时间内也是无能奈何他们。 然而就在此刻,雪仙儿口中却突然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疾呼, 大哥! 那催促之意明显至极,几乎肝肠也急得寸断。 他笔直的双腿暴露在空中,身子流星一般废弃。 雪里还默然发出了近乎歇斯底里的一声狂吼,闪电般追上。 双掌凝聚了全身的修为,抱贺一声。 不要走! 与其让自己妹妹继续被奸人控制,那倒不如就现在留下她,哪怕使用最极端的方式,而这也正是妹妹的最后期望。 雪泪汗心中滴血,眼中流泪,全力出手。 在出手的那一刻,他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心在剧烈的哆嗦。 轰的一声。 东黄全力一击,终极一击击出,一路的空间纷纷破碎,站立。 一连串的空间黑洞出现在空中,漫天白茫茫大雪都不能将之掩盖。 雪仙儿正在空中漂浮抽身电射的娇美身形突然一顿,脸上露出一个凄迷的笑意,却也是绝美的笑意。 原来,往昔天阙第一美女的一领一笑,竟是这等的谜嘴。 云上人大喝道,反击! 雪仙儿的身子应声一旋,手中光芒爆射,力行反击雪里喊。 妖后等人看着眼前这一幕满头的雾水。 这是怎么回事? 刚才雪仙儿分明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抵抗了,仿佛甘心情愿地承受东黄的权力一击的。 那可是足以毁灭雪仙儿肉身神魂的一击,他为什么不抵挡呢? 这怎么可能? 而在圣君一声大吼之后,才如梦初醒又开始反击。 这接连的变故是为什么? 又意味着什么? 难道雪仙儿自己都不知道反击? 非要圣君提醒才知道,这太不应该了吧。 再说,他仓促反击如何能接得下来自东黄的权力一击呢? 之前他本来是有时间准备,却好像甘心承受。 转眼间,却又为什么会仓促反击? 众人的心中一刹那间略过无数的疑问,想不通想不明白。 就在众人满心疑斗之际,空中已经响起了一声轰然爆响。 说是迟纳是快,雪仙儿的力行反击与东黄的终极一击,终于对撞在一起。 一个权力失为,一个仓促迎战,而两个人的修为还相差不少,那后果可笑而至。 一声惨哼,雪仙儿整个身躯高高飞起,犹如飘零的落叶一般,在空中向着远方飞去。 无助,无力。 在他身形飞过之处,口中喷出的漫天鲜红,将飘飘落下的雪花,也都染得通红。 兴儿,兴儿! 梁声大吼同时响起,空中的云上人与地面的雪裂寒同时向着那边抢过去。 子乌鸡等人虽然不知所以,却也本能地跟随而上,无论是为了围剿云上人,还是相助东黄,众人齐齐动作。 雪仙儿的胶躯,扑的一声落在地上,地面上的积雪此际已经很厚了,她的身躯冲开雪层,向前滑了出去。 雪丽汗在第一时间赶到将她的身子抱在怀中,泪水速速而下。 而空中的云上人却终究没敢下来,地面强敌林立自己一旦下去,只怕就再也走不了了。 身在半空总还是有主动权的,可她也没有就此离开,而是胶着地看着这里,注视着雪泪寒怀中的雪仙儿。 稍远处,重伤的雪漆一边咳嗽着,一边挣扎着飞速跑过来,莫轻轻急忙扶住她,不由得大吃一惊。 雪漆现在是内外聚伤,伤势之重,几乎已经接近游进灯窟的地步了, 却还这么拼命地跑动,为什么? 雪仙儿艰难地睁开眼睛,第一眼看到的正是自己大哥那焦急而又愧疚的眼神,其中还有久违的那份属于至亲之人的溺爱。 重伤将死的她,竟然满足地笑起来,抿着嘴就像在跟自己的哥哥撒娇的小女孩一般,眼泪汪汪的嬌声叫道。 哥哥,我好痛。 乖,哥哥帮你揉揉,哥哥帮你揉揉就不痛了。 雪雷汉泪水四溅,伸手帮自己妹妹揉着胳膊,轻柔地让她倚在自己怀里,唯恐碰疼了她什么地方。 心中封锁多时的久远记忆突然在此刻重启,一时间雪雷汗肝肠寸断。 记得,多年前,那时候我还小,妹妹也小,才两三岁,就像个粉装玉琢的粉娃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偶尔就一个大马爬摔倒了,自己就过去扶起来。 那时候,妹妹总是眼泪汪汪地抱着自己,撒娇着说,哥哥,我好痛。 自己总说,乖,哥哥帮你揉揉就不痛了。 如今此时此刻,多像小时候的重现了。 第2294集到此结束,欢迎大家。